- 大家好我是一彎 今天呢 想說要去打球的 我現在要去打球 就是打羽毛球 打羽毛球的路上呢 就突然想到想要錄一下 就是簡單的介紹一下在澳洲的生活 我覺得在澳洲的生活 我覺得在每個國家都有他生活的好跟不好的地方 那在澳洲其實 我個人覺得相較比亞洲的話 其實是蠻無聊的 就是他沒有什麼的夜生活之類的 所以 平時的話要不要嘛就是 出去海邊啊爬山啊 健身啊游泳啊這類的 然後我今天我 像我在Brisbane的話 他有很多個球場 那我目前呢 是在一個在Logan附近的球場 然後還不錯 因為他很多很強很強的人都在裡面 然後連那種什麼 好像國家級的那種 教練也會在 所以其實他教人的都還蠻專業的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那通常這種大球呢 因為他是個 就是他要收一個場地費嘛 我知道每一個大學裡面也會有球場可以打 但是我其實沒有在我的大學打過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距離 有一點遠 然後我們像這種的話 都是有一種Badmington的 Community 就是一個羽毛球的一個 社區群體這樣 一起大家一起打球 像其實很 澳洲我覺得是一個蠻 Sporty的就是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運動 因為他是個很大自然的國家嘛 然後 然後我們在這邊的話 除了像籃球阿籃球 其實有很多的Community 你可以平時加入 這樣子的話 才不會那麼無聊 因為其實很多商店 5點多就關門了 對阿 有一些現在有延長到9點 但是不像亞洲 你隨時隨地就可以 隨時隨地 就想要出去幹嘛就可以這樣 可以大家看一下 澳洲的環境有多好 應該就是 天空 草莓 西洋 然後還有我的球拍 那邊 每次回到